好,我们今天开始看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是这个 那高斯定律左边是说 一个封闭面里头钻出来的电通量的净值 要等于这个封闭面里头所包含的电荷的净值 被ε0这个常数来除 这是高斯定律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 以下我们介绍它的意义跟它的应用 首先呢,我们就谈 那如果这个Q 这个电荷的净值 如果是正的话呢 那么这些flux就是从封闭面里头钻出来的 就是说电通量是钻出来的 如果这个净值是负值的话呢 那电通量是钻进去的 那就说电场是钻到这个面里面去的 如果这个电通量是钻到这个面里面的 就是从封闭面里头钻出来跟钻进去的电通量相等 所以它的净值是0 但是电场不一定是0哦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图啊 这里有一个正电荷Q 这里有一个负电荷Q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是它的电力线 电力线我们上一次讲过 从正电荷发出来 指于负电荷 比如说这样子 正电荷发出来 指于负电荷 这是从这个地方过来 那现在我们看几个面 比如说S1 这个封闭面 这个封闭面里头 它电荷的净值呢 就是一个正Q 正Q 所以是正值 是正值的话呢 那么电通量啊 就是等于正的 正的 当然这个 这个时候电场不是0哦 电场不是0 好,那么我们再看S2 S2是这个 这个正值 就是电通量钻出来的 它电力线是钻出来的 看到没有 那么S2呢 因为Q and closed 是负Q 是负值 所以电通量是负的 电通量是负的 那就是说 从这个面里头钻进去的 钻进去的 当然这个电场 当然这个电场也不是0哦 这是指面上面的电场 面上这些都有电场 好,那么再看 S3 S3是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封闭面里面根本就没有电荷 没有电荷的话就是Q and close等于0 那这边等于0 左边一定是0啊 那这个是0 电通量是0啊 所以说钻进去多少 钻出来就多少 可是这个面上的电场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是0啊 有电场啊 好,那么再看S4 S4就是整个这个大的一个封闭面 它把Q 正Q跟负Q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个面里头的电荷的净值啊 也是0 因为正Q加负Q是0嘛 好,这边是0 所以电通量是0 那就是说 它有多少钻出来的 多少钻出来的 就有多少钻进去的电通量 可是啊 这个面上面的电场不是0 看到没有啊 这里都有电场 都有电场 这不是0 OK 好,于是我们就 得到一个结论 虽然有的时候啊 在高斯定义里面 Q and close的等于0啊 像这个面里头 Q and close等于0 这个面的Q and close等于0 但是电场并不是0啊 在这里并不是0啊 对不对 就说 虽然Q and close等于0 电通量因为Q and close等于0 电通量也等于0 但是电场1不见得是0 不见得是0 好,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电场等于0 就是说 它的 这边电场一定是0的话 那么电通量是0 那么Q and close等于0 那么Q and close的B等于0 这个 这个是0 电通量是0 那么 Q and close一定是0 一定等于0 OK 就是说 电场是0 这个 高斯面上面的电场是0 那么 那么从这个面里头 钻出来或者钻进去的 电通量的静止一定是0 好,现在我们看 导体的特性 我们知道 导体可以导电 这个 它的特性呢 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我们先看 这是一个导体 导体它是 我们都知道 它的原子结构了 它有一个正电荷在核心 然后旁边呢 就有负电荷 正电荷里头 就是说核心里头的正电荷是直子 这数量 它有多少正电荷 旁边就有多少电子围绕它 那么这个电子呢 是带负电 那么导体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围绕在这个 原子核周围的电子 它最外层 它最外层 有时候有一个两个 那这些电荷跟原子核之间的 这个引力非常小 只要有一点点的电场 作用在这个电子上面 这个电子就会跑掉 会离开这个原子核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导体 它呢 它很多原子构成 它本来有多少正电荷 就有多少负电荷 所以它的电荷呢 总电量是零 总电量是零 它有电荷 但是总电量 电量的净值是零 好 当我们 把这个 导体啊 摆在一个外加电场 e external 就是外加电场 那这外加电场 就作用在这个导体上面 于是这个电场啊 它就把负电荷 那个电子 外层的电子 推到这一边去 那 那这边就留下正电荷 这有多少负电 这里就多少正电 于是啊 这个正电跟这个负电 就会构成 一个电场 这个是 我们称它叫做内电场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好 那么 它这个电荷要堆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就是堆积到 它产生的 internal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等于external electric 就说他们这两个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时候啊 就使得这个内部的电场等于零 这个时候电荷就不再推了 不再推了 于是 电荷通通禁止 就是说这些负电禁止在这里不再动了 正电荷也禁止在这里不再动了 那其他的电荷呢 在轨道上的电荷 我们就当作它 没有移到别的地方去嘛 也当作不动 于是 这个时候啊 这个状态下 导体就称为 处于 静电平衡状态 静电平衡状态 就是说 导体 它里头 没有电荷在移动 它所有的电荷都各就各位 不再动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导体 导体 我们说如果这个导体上面呢 我们给它额外的电荷 额外的电荷 就是它本来有电荷 但是它的净值是零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给它额外的电荷 比如说 你可以用摩擦深电 然后这个电再给它 或者你用感应深电 让它带电 不管是正电 还是负电 我们发现了 全部这个电荷 额外的电荷 一定分布于这个导体的表面 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不会在里头 我们要证明这件事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假如这个导体 我们给了它额外的电荷 额外的 我们现在要证明它 额外电荷通通在表面 不在里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导体内部 做一个高丝面 像这个虚线就是高丝面 高丝面就是一个封闭面 那么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这个导体是静电平衡状态 你看是静电平衡状态 那就是说它这个电荷 已经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了 就像这个样子 各就各位了 那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电荷一定等于零 一定等于零 因为你只要里面有电荷 那这个原子核周围的这个电子 最外层的 原子核最外层的电子 一定会移动 一定会移动 或者说你有额外的电荷在这里 那么有电厂的话 这个电荷一定会移动 电荷一旦移动 它就不是静电平衡状态 因为它现在是静电平衡状态 所以我们说这里头的电荷一定是零 高丝面里面的电荷一定是零 高丝面上面的电荷也是零 好 那高丝面上面的电荷等于零 我们上一张投影片就说过 它的电通量等于零 对不对 电通量等于零 一等于零 电通量一定等于零 那电通量等于零的话 而电通量是等于Q and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就是等于这个高丝面里面的电荷的净值 被epsilon zero来除 这个要等于零 那一定是Q and closed等于零 那就是说这个封闭面 这个封闭面就是高丝面里头不会有电荷的净值 那就是你这个额外的电荷不可能存在这里 不能存在这里 那么这个高丝面只要坐在里头 它里面的电荷就是你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高丝面尽量往外围坐 最外围就是最靠近这个表面 那么高丝面里头不会有电荷 那么刚刚这个我们说它的额外电荷到哪里去了 不在里头那一定是在表面 对不对 一定在表面 所以我们说多余的电荷 就是额外的电荷 不会存在导体的内部 那么是全部在导体的表面 那现在我们去看 导体内部是没有电荷了 电荷等于零 也没有多余的电荷 那多余的电荷是在导体的表面 因为这里有电荷 那这里头没有电荷 因为它是有电荷 它这个电荷一定会移动 那我们说这个表面的电荷却不等于零 表面会有电荷 那表面的有电荷的话 那难道电荷就不会跑吗 如果这个电荷 比如说它带余多余的是正电 正电荷 那么它产生的电荷 如果是朝切线方向呢 那么这多余的电荷就会动 对不对 都会动 但是这个如果是正电荷的话 它产生的电荷是朝外 对不对 就是朝这个地方走 那么正电荷 电荷作用在正电荷上面 正电荷是顺着电荷的方向移动啊 可是如果是有垂直方向的电荷呢 那电荷就被它垂直往外推啊 但是它不能出去 因为外面不是导体啊 这个电荷不能动啊 电荷只有在导体里头才能够动啊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候啊 表面会有电荷 表面会有电荷 它把正电荷朝外推 电荷不能出去 如果是负电荷的话呢 它的电荷是朝这边 朝这边 朝内 但是它是负电 所以它跟电荷的 它的受力跟电荷的方向相反 也是向外 也不能动 所以我们说 内部虽然电荷等于零 表面会有电荷 这个电荷呢 一定是跟这个表面垂直 就是说什么地方 表面的 这个地方 就是跟这个地方垂直 这个表面的电荷 就是跟这个地方垂直 就是跟局部的表面垂直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结论 有额外的静电分布的导体 在静电平衡的时候 静电平衡的时候 额外的静电荷 全部分布于导体表面 导体内部的电厂为零 导体表面会有电厂 这个电厂呢 与表面垂直 表面电厂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们等一等 讲到高斯定律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大小求出来 目前我们只知道说 额外的电荷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那么导体的表面会有电厂 这个电厂呢 是跟表面垂直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这是一个球体 一个球体 就是我们只假设它这是一个球体 那么我们有电量Q 均匀分布在这个球面上面 这个是导体 还是非导体我们不管 就是反正有一个球面 这球面上面呢 会有电荷Q均匀分布 我们现在要问 在这个空间 外面 球的外面 或者球的内部 任何一点 它的电厂是多少 电厂实时是多少 这一点我们就认一点 我们就令它叫做P点 它的电厂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题目啊 我们要看看这个题目 要我们做什么 它是要 它知道电荷的分布 然后要求电厂 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 我们学过哪一些 求电厂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 首先我们 第一个学的就是 点电荷的电厂 只有一个点电荷 那么它产生电厂 是什么 然后我们学的是 一群点电荷分布在空间 我们要求它的电厂 这个我们也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学到说 如果在一个空间 有电荷分布 就是有电荷密度 这个空间不管你是 一个体积也好 或者是一个面积也好 或者是一个线也好 有电荷分布的话呢 做连续分布的话 我们也可以求它的电厂 这个时候电厂啊 要用积分的方法来做 对不对 好 那么 现在这个呢 是连续分布 可以用积分的方法 来求电厂 但是这个积分呢 你要取这个 DA啊 很麻烦 非常麻烦 比如说 你要积分的话 这是二维的积分 很麻烦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不是说 不可以求 这个还是可以求 但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后来 又学到一个 叫高斯定律 那高斯定律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说 当这个电荷的分布 有某一种 对称性的分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那我们看看 这里有没有 对称性的分布啊 有啊 那这个 球面到球星的距离 都是R 等半径于R的地方 电荷密度都一样 那么这个电荷就是 球状对称分布 既然是球状对称分布 我们就可以用 高斯定律来做 所以你看 你要用高斯定律之前呢 你要说明说 这个电荷 它是做球状的对称分布 所以可以应用这个 解电草 为什么球状对称 有对称分布的这个电荷 可以用高斯定律呢 以下我们就来分析给各位看 现在我们知道要用这个式子来做了 各位以后要用高斯定律解的时候 解电草 你这个定律一定要写出来 要写出来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看左边这个是什么 左边就是说 对于空间上面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要等于Q and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这边是任意面 任意的封闭面 上面的电通量 那这个电草是这个面上的电草 DA是这个面上的电的面积基数 那现在我们呢 就要取一个面了 你要面积分 当然要有一个面了 要取什么面呢 这个面很重要 你取得好 这个电草啊 等一等可以从这里积分积出来 那你才能够求电草啊 要不然你怎么 你在这个式子里头 一等于什么 你怎么知道 好 那今天告诉我们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 同心求面 半径为二 同心求面 为什么做这个同心求面呢 因为你做这个同心求面啊 它上面的电草啊 有一些特性 让这个积分式子很容易积分出来 那你这个同心求面上面的电草 有什么特性呢 那我们先看 比如说你站在这个电草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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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里 你看这个电草的分布 是不是大家看的都一样 都觉得前面这里 距离我多远的地方 有球状的对称 电草分布 对不对 好 既然 每一个位置所看的电草分布情况都一样 因此这些电草 在这些点上面产生的电草 你就没有理由说 这一点的电草比它大 这一点电草又要比它小 你没有理由这么说 因为电草的分布都一样啊 对他们来说都一样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一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个面上的电草 等于常数 面上的电草是一个常数 OK 不但是常数 而且这个电草啊 一定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原因就是说 你这里不是有球状对称分布的电草吗 如果我这里取一个DQ 这个位置 它会产生一个D1朝这一边 但我在它对称的地方 也找一个一模一样的DQ啊 因为它是对称啊 也会产生一个D1朝这一边 你看 这两个大小相等 跟这个 这个线夹着脚一样 所以它的核相应就是朝 半径的方向 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说 现在第一个特性就是 电草是常数 而且这个电草呢 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要取DA了 DA也是面上面的 你电草在这里 我就在这个高丝面上面取一个DA 因为高丝面是一个球面的 你上面取一个DA的话呢 它是球面的一部分了 所以它的方向也是朝R的方向 对不对 也是朝这个半径的方向 好 那么DA跟电草都是朝半径的方向 因此我们说 DA就跟E是平行 你取这个面积基数DA啊 因为它是封闭面了 所以它正方向一定是朝Y 朝Y 所以平行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分做 两个区域来看 如果P点是在这个球体的外面 在外面就是R 大于大R 好 那么我们先起左边 你看 左边原来是这个电通量 好 那现在你说 DA跟E平行 这两个方向相同 所以倒了以后就变成E的大小 成DA的大小 然后E又是个Constant 它跟位置没有关系 所以可以提到积方向前面来 那就积DA就好了 DA呢是球面的一部分 你积整个球面呢 那它的面积就是4πR平方 你看 就把它积出来了 对不对 很容易积啊 积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右边 右边 Q 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Q Enclosed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高斯面里头所含有的电荷的净值 那就是全部的Q都包括在这个高斯面里头 所以Q Enclosed就等于Q 那Epsilon Zero是个常数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我们把它带到高斯定律里头去 右端等于左端 或者左端等于右端 那就得到E了 电场就是这么大 你看 当你取的P点是在一个距离R的时候 你取P点某一点固定了 这就是一个定值 所以电场它是一个什么 常数 看到没有 在R某一个定值的时候 电场是一个常数 很多同学求到这里就做完了 其实还没有完了 要你求电场 你现在只把电场的大小求出来 电场的方向也要写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看到没有 E是这个 所以E项量就等于这个 Q over Epsilon Zero 就是R Epsilon Zero 就是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个值我们可以把它当公式 以后常常用到 OK 好 得到这个结果以后 我这里提到一下 你看 当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电荷全部在这个 大R里 就是说电荷是在大R这个位置 全部在这个小R里面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的电荷形态 就是说你要看的这个球电场的这个地方 它是在电荷的外面 如果电荷是球状对称分布的话 它的结果就跟什么 就跟所有的这个电荷都集中在球星 Q在这里 把它当作点电荷 如果有个点电荷是Q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场就是这么大 这个很重要 这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到它 可以用到它 就是你这一点 在一个球状对称分布的电荷的外面 它的电荷 你就可以把这个电荷当作集中在球星 把它当作点电荷来求电荷 这个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 R小于大R的范围 这个小R在这里了 P点在这里 我们还是用这个式子 这个地方的电荷 跟前面的判断一样 它电荷的大小 相等 就是长数 方向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不管向内还是向外 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它唯独不同的是什么 左边 左边是Q and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那么高四面在这里 所有的电荷都在它的外面 里头没有电荷 所以Q and closed等于零 那使得这个分数等于零 于是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边积分就是这个 四态R平方 乘上一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判断 电荷是长数 是圆半径方向 这个也是圆半径方向 于是那就是等于这个 现在这边等于这边 这个等式等于零 你不能够直接写说电荷就是零 那你要分析什么 就是说高四定律 这是一个很等式 就是说这个左边很等于零 很等于零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状况 它都是零 那现在我们看 四拍不是零吗 它是零的话一定不是四拍 二呢 高四面的半径 随便我做啊 我做它不是 我令它不是零 它就不是零啊 但是 即使这个都不是零 但是整个这个还很等于零 那只有一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小于大二的地方 一等于零 好 于是我们就得了一个结论 这题目的答案就是 电荷在R 大于大R的地方 是这么大 小于大R的地方 是这么大 这是大于等于大R 我们看这个 电荷 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说 我们有Q的电量 均匀分布在这个球体的内部 分布在这个内部 OK 球形体积的内部 分布在这里 总量是Q 现在要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电场 我们要做这个题目还是一样 大家不要急啊 不要拿到题目就做 你都不考虑它是什么题目 你不考虑你绝过什么方法 现在要用什么方法 你拿了笔记就要做 一做就错 那么我们先去考虑 刚刚我们说过的 我们学过什么样的电荷分布 产生的电场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 球电场 等等 那这个是连续分布 可是呢 它有什么 球状对称 就是说 距离球星 一个R远的地方 任意一个R远的地方 头一个R的地方 电荷密度都一样 就是球状对称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可以用这个来做 OK 好 你这个说明了 因为它是球状对称 所以我可以应用高斯定律 然后在R大于大R的范围呢 我就做一个同心球面 半径为R的同心球面 作为高斯面 然后我们就分析 为什么要做这个高斯面呢 是因为这个面上面 它所面对的电荷分布都一样 所以它的电场是Constant 它的大小 大小是Constant的 方向是朝着 半径的方向 这都跟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取电荷基数 因为这是球面嘛 所以取电场基数 它也是在R的方向嘛 所以呢 这个是平行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高斯定律的左边 这个就跟前面完全一样 这个外头跟前面完全一样 右边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得 1等于这个 1等于这个 那么它的向量就是这个 就是R大于大R 这个都跟前面一样 你看 我们刚刚那个是 所有电荷分布在球面上 现在所有电荷是分布在球的体积里面 可是你要球的这一点呢 是在电荷分布的范围以外 它的电场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球 体的电荷都集中在球星的时候 把它当作点电荷来看待 又再一次看到这个形态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R小于大R的地方 球P的在这里 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高斯面 同心球面 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这个上面的电荷是常数 方向是朝半径的方向 取DA也是朝半径的方向 于是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 就跟前面一样 但是它不同的是右边 右边 右边Q and close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常数 我们照写 那么这个 封闭面所包的这个体积里头的电量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写成是Rho 这个电荷等于电荷密度乘上Dta 而这个电荷密度就是整个球体的电荷密度 是常数 因为它是均匀分布 提出来乘上Dta 那epsilon zero分之一 Rho是什么 就是这个球状分布电荷的电荷密度 就是总电荷Q 被总体积来处 总体积是什么 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在层上 这个积分 Dta的积分 就是整个高斯面所包的体积 那就是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因为是个球体 这个画可以画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带到高斯定律里面去 左边 这个 左边 是这个值 右边 是这个值 左边等于右边 那直到E等于这个值 然后把它带到电荷里面去 这是电荷的向量 所以我们就得到 Q做球状对称分布于 整个球体的时候 在球体的外面电荷 是这个 里头的电荷是这个 这是R大于等于R 这是R小于等于R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例题 电荷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 无限长的圆柱导体的表面 这个圆柱导体是无限长 我们画这样就表示说 这只是一段而已 它其实是无限长 它是导体 如果有电荷分布的话 我们根据导体的特性 这个密度一定是在这个 电荷一定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所以它的电荷密度是表面电荷密度 我们假定它的密度是Lemina Colum of a meter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表面上面 我取一段长 为一公尺 一公尺 好 这一公尺 这一段 一公尺这一段 圆柱体表面的电荷 全部加起来 是等于Lemina Colum 这一公尺是Lemina Colum 那就是每一公尺 有Lemina Colum的电荷分布 求电荷 求批点的电荷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来求 那我们照样是要分析 你要学会 不要信急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先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我学过什么样的方法没有 我学过的方法里面 有哪一些可以用 OK 不能直接用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改良一下再用 好 那我们就 慢慢算了 点电荷的电荷 一群点电荷的电荷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荷 高斯定律求电荷 那这个也是连续分布的 表面电荷 你可以用积分做 但是积分很麻烦 那如果用高斯定律呢 可不可以呢 那就看这个电荷是不是 有对称性 好 因为它是分布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所以你看 这个分布是一个 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对称就是说 从轴上 距离轴 R圆的地方 它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你看 这一点跟这一点 这半径 这个半径都一样 R的距离都一样 所以呢 是圆度状对称 分布 所以可以用高斯定律 OK 好 既然是高斯定律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做了 看左边是什么 封闭面 你要取一个高斯面 那这个高斯面 这是高斯面上的电草 这是高斯面上的面积基数 那取什么样的高斯面呢 怎么样的一个封闭面呢 那这个时候 你不能像我们前面 我做一个球体 球面 你做球面没有用 为什么做球面没有用啊 比如说 这是个球面 那你站在球面的这些地方 看这个电荷的分布 会不会一样啊 不会啊 你这一点看的 就是说这一点 距离这个电荷比较近 这一点距离电荷比较远 对不对 那它跟电荷分布的这个区域 距离都有分别了 你怎么还能说 这些地方的电草是常数呢 不是常数 这就积不出来啊 所以不能用 不能只取一个球面 现在我们要取什么样的面 取这样的一个面 这个圆柱面 这是圆柱的上底 圆柱的下底 这个是圆柱的弯曲面 取这样的一个面 OK 好 那就取 你真的要说明啊 做这个题目啊 你图要画出来啊 图要画出来 人家才知道你高丝面在哪里 等一等这个里头的E了DA了是什么 人家才看得到啊 好 我现在取半径为R 高为H的一个同轴 圆柱面作为高丝面 就是这个面 你这个取了以后啊 你图上面注明一下啊 这个叫做高丝 这就是高丝面啊 好 这个时候这个高丝面啊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球面 浑然一体啊 这个时候高丝面是由上底下底 弯曲面三个面所组成 因为这三个面不一样 对不对 不像这个球体 都是同一个球面同一个地方 好 那这个分成三个面 所以你不能期望它 三个面上的电场都一样嘛 好 那我们就一个面一个面来看看 这个三个面上的电场 各有什么特性 这时候面你看S1 S1是曲面 S2上底 S3下底 有这个特性 我们看S1的曲面 曲面上的电场 因为你在这个曲面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你往这里头看 电荷做什么分布啊 你看看一个 有无限长的一个圆柱导体 半径是R 而上面的电荷密度完全一样 大家看的都是这样子 都是无限长 OK 所以在这个面上的电场 你就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的电场比较大 哪一点电场比较小 那一定是Constant 那么它的方向呢 有对称性 我们知道这个方向一定圆着 跟轴垂直的方向 就是这个R的方向 因为你这里 取一个DQ的话 产生D1 是朝这边 你可以在这个 以这个线为对称点 这里要找一个DQ啊 D1朝这边 所以呢 电场一定朝R的方向 那么在这里取一个 面积基数DA的话呢 它也是圆到R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就是平行的 那S2在这里 S2跟S3的电场 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唯独它的大小 在这个面上的大小 不一定了 就不是定值啊 因为这一点距离比较远 距离这里在这里 这一点就距离更近一点 对不对 你不能说它的电场是常数 不能说这个E2是常数 但是E2的方向 确定是朝这边 也是有对称性之道 然后你在这里取DA2的话呢 这是一个平面啊 取DA2的话呢 就朝这里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面有一部分是在倒体的外面 内部呢 内部的电场就是零了 因为它是倒体内部啊 外面有电场 电厂不是常数 但是电厂跟DA2是垂直 DA3下底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状况 那我们有了这个特性 就把这个特性带到等式的左边 等式的左边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面的面积分 S1,S2,S3三个面的面积分 我们刚刚说E2要在里面就是零 在外面就是跟这个垂直 所以它是零的话 那这个flux也是零 那它是垂直的话也是零 所以这个就是零 E3也是一样 所以只有这个 而E弯呢 我们刚刚说它是跟DA弯平行 对不对 就变成一个存量 E可以提出来 那DA弯就是DA弯的积分 GS弯 那就是这个弯曲面的面积啊 弯曲面的面积是什么 2πr乘3h 左边就寄出来了 你看这不是很好寄吗 对不对 右边 Q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Enclosed就是 你这个高丝面 里面的电荷镜值 它这个高丝面啊 所包的这一段啊 只有H高 只有H高 所以呢 我们刚刚说 每一公尺是Lamina库轮 那现在有H公尺的话呢 就是Lamina乘H 右边也有了 左边也有了 左边等于右边 它带进去 就得到 左边等于右边 那就E要等于这个值 那么E呢 它的向量就等于这个 以后做题目要注意哦 你不要把大小求出来 就很高兴啊 方向没有求 你只对了一半 好 那么R小于大R的范围呢 因为这是导体啊 我们题目说这是导体 内部就没有电场了嘛 对不对 所以 它的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R大于大R的地方 电场是这么大 小于大R的地方 电场是零 好 现在也值得我们注意的 你看 这个我们看过啊 这个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例题 一个 无线长直线上面 有电荷密度 有电荷密度 分布的时候 距离它R远之处 距离这个 直线R远之处的电场 就是这么大 所以我们以后 我们以后也可以把这个 拿来用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题目是 电荷分布在无线长的一个圆柱导体 电荷的分布 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状的对称 当然是要无线长 要无线长才行 你要求这个 电荷外面一点的电场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电荷密度 所有的电荷 当作集中在轴上面 好像一个细 导线上有 Lamina 库轮的电荷密度分布 一样 它的电场 由它产生 OK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密度 这个是一个 无限大的平面 无限大 上面有电荷密度 有电荷分布 均匀分布 它的密度 Sigma是一个常数 常数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面上方 跟这个面下方 任何一点 它的电场是多少 电场多少 好 那么 我们做这个题目 也是一样 你照前面我们讲的 你先看看 这是什么题目 它是有电荷的分布 要求电场 那么有什么方法 我们学过呢 比如说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求电场 这是连续分布 我们也做过 我们前面用积分的 那时候我是画这个面 画一个圆形的面 我们用积分做过 对不对 现在我们用高斯定律看看 可不可以用高斯定律 那就看这个 这个有没有对称性 比如说 我在这里画一条直线 跟这个面垂直 跟这个面垂直 这个电荷 上面的电荷 对于这个垂直线来说 都是对称 就是说跟它垂直线 距离相同的地方 电荷密度都一样大 那这就是对称性的 有对称性的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 那现在我们就要取高斯面呢 高斯面 我这里简单的就 因为有图 在这里我在讲话 我可以用话告诉你 你自己做的话呢 要把这个写出来 做一个高斯面 圆住盒子状的一个高斯面 这个盒子呢 一半在这个面上面 一半在面的下面 这个盒子的面积啊 这是A 下面也是A 然后它的高度呢 上面这个高度是H 下面这个高度也是H 这样的一个面 那我这个面啊 我们也把它分作三个面 三个面 上底 下底 跟弯曲面 好 我们说上底 你先考虑上底 你站在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你往下看 你看到什么 你说距离我下面H深的地方啊 有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电荷均匀分布 因此这些电荷密度 对面上面任何一点产生的电斩 一定是一样大 对不对 Constant 好 然后我们又有电荷的对称性 我们知道 这些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一定是垂直向上 因为它有对称性嘛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DQ 它第一朝这边 我可以知道对称的地方也找一个DQ 它的第一朝这边 这两个大小相等夹的角 跟垂线夹的角相等 所以它的电荷一定朝这个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 因为E1 它等于Constant 方向呢 朝上 好 那这个方向我们就在这里画一个 Normal Direction 就是面上面 从上面是正N 从下面是负N 所以 它的大小是1 方向是N 好 你在这个面上面 取一个DA的话 就取一个DA 在这里 也是朝这里 因为这是个面 DA要跟这个面垂直 所以 这两个平行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看 下底 你下底 站在下底 往上看 也是一样 上面H高的地方 有一个面 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电荷密度 均匀分布 那么 我们也可以得 E2是一个常数 不单是常数 这个常数跟这个常数 要一样大 因为 高度是一样 高度是一样 你往下看H深 跟往上看H高 距离都一样 所以这个一样大 不但等于E 不但等于Constant 也是等于同样的一个E 好 那么DA的方向朝下 那么下面呢 因为电荷在这里 它的电场是朝下 所以呢 电场是 1乘上 负N的方向 那DA DA2 你取DA2 跟这个平行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看弯曲面 弯曲面上的电场 弯曲面上的电场 我们说 它的方向 一定是朝这个方向 在上面朝这里 在下面呢 是朝这里 对不对 跟这个道理一样 但是你取DA3的话 一定是朝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 圆柱面嘛 朝半径的方向 所以 这个是垂直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面 这个通量 电通量 分成三个面的通量 三个面的通量 三个面的通量 里头因为 E3跟DA3永远垂直 所以这个是零 那这个跟这个平行 这个跟这个平行 所以的基出来呢 E1又等于E2又等于E 所以就是 这个基出来是E乘A 这个也是E乘A 所以就是两倍的EA 那右边 EnClosed over Y0 EnClosed就是这个面 所包的电荷 那就是只有这一块面积 A的面积 它单位面积是Sigma 有A的面积是A乘Sigma 这两个 这两个带到这个 这个跟这个式带到这里 就得这样的式子 E就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得 在面上面一点的电荷 是这个 朝上 面下面呢 是朝下 你看 从这个值里头 它跟H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面上面的电厂 大小都一样 跟高度没关系 你一公尺的地方 电荷是 电厂是这么大 一万公尺的地方 电厂还是这么大 那为什么跟高度没关系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面 是无限大 这个面是无限大 无限大 如果不是无限大 就像我画的这么大 那一公尺跟一公尺半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一公尺的地方 跟两公尺的地方 电厂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无限大 无限大的话 面对无限大的东西 你一公尺跟一万公尺 这个距离 因为无限大的话 它的电厂是一个 电厂是一个均匀的平行线 平行线 你一公尺的地方 它的电力线跟一万公尺的地方 电力线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再用高斯定律 来写这个问题 以后常常用到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 无限大的 平行的导体 平面 导体平面 这个上面带的 均匀的电荷 密度是正Sigma 这个地方带的 也是均匀电荷 是负Sigma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时候 我们说 两个平面 导体外面的电厂 跟两个导体中间的电厂 是什么 就是二导体平面之间 跟二导体平面外侧的电厂 是什么 要求这个电厂 好 那现在我们求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前面 刚刚讲过的那个例题 每一个都是一个无限大的 都是无限大的平面 无限大的平面 外面一点的电厂 都是 这个地方电厂朝这里 它的电 这个平面的电厂是朝这里 大小都是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对不对 好 我们用那个结果 现在我们就看 这一点的电厂 这一点 你在这一点 往这边看 你看到两个导体 对不对 一个是正Sigma 带有正Sigma 电荷密度的导体 一个是带有 负Sigma电荷的导体 那么它的 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 我们来看 你在这里看到的 如果是负Sigma 这个面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一定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因为电厂就是 单位正电荷所受到的力 那一定是被吸引过来 是这个 然后这个电厂呢 是朝这边 又是排斥的 我这个弄错 X朝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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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这边 X朝这边的话 那么 这个 这个电荷 这个平面 导体上面的电荷密度 产生的电荷是朝这一边 对不对 就跟X相反 是负X的方向 那这个是跟X相同 所以是正的 加起来是零 那么 右外侧也是一样 右外侧你看 正 在正电的平面 在这里产生电厂 朝X的正方向这么大 那这个平面产生的电厂 是朝X的负方向 也是这么大 所以合起来也是零 那再来我们就看当中 这两个 它在这里产生电厂 朝这边 这个电厂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电厂 两个电厂 都是朝这个方向 朝X的方向 所以加起来就是这么大 那这个就表示说 以后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两个导体 平面 带的电和密度 正好是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的话 那就是中间的电厂 是这么大 外侧的电厂是零 这以后 我们在讲capacitive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近视值 来算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任意形状的一个导体 我是画图 就是这样比较容易画 我就画一个像椭圆一样的 这个上面带有电荷 因为它是不规则的形状 所以呢 它带电荷的话 电荷是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那表面电荷密度 因为这个表面的曲率半径都不一样 所以Sigma的大小呢 它是什么 是位置的函数 就是说这一点的Sigma 跟这一点的Sigma 可能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说 像这么样的一个导体 表面带着电荷 那我们要求空间 任意一点的电厂 这绝对不能用高斯领域 因为 这个不是一个 没有对称性 不能用 不能用 但是 假如 我们 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电厂 不是离这个球面很远 是在球面上面的话 可以用 为什么可以用呢 你看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用高斯面 高斯定律 我做一个高斯面 圆柱转 圆柱转 很小很小 这应该写着delta A 很小很小 这个底是delta A 这个也是delta A 这是它的弯曲面 它只有delta A 这个delta A 在表面上面 其他都在表面的里头 这是高斯面 这个箭头应该画到这里来 好 那么做这么一个高斯面以后 好 那就这里去告诉我们 一个底贴近在导体的外面 另一个底是在 底跟的弯曲面都在导体的内部 好 现在我们呢 你做这样有什么好处 它电厂有什么特性 有 我们前面不是说 导体有额外的电荷 导体表面有电厂 我们不知道电厂是多大 但是我们知道 电厂一定跟表面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厂朝这边 E温等于 E温等于EN 这个时候E不是常数 在这个小面积来讲 这个趋势 但是对这个整个大面积来讲 不是常数 那DAA也是朝这里 E也是朝这里 所以这个就平行了 所以那么这个 E对这个高四面来说 因为这个面啊 DELTA A 当这个Limited Delta A approaches zero的时候 就变成DA 对不对 因为它小得不得了 你上面的电厂有不一样吗 你看不出来 你看到这有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面积就不够小了 够小的话 就是这个E 没有显著的变化 就是个常数 高四面 里头的部分 这个面跟这个面 都在导体内部 电厂都是零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高四面分成 这部分表面上的跟表面内部的 总通量等于表面外的 表面上面的 就是导体外的跟导体内的 OK 导体内的因为电厂是零 就剩下这一项 而这个跟这个是平行 所以就是EDA E是个常数 在这个小面积里头是个常数 那就是E乘DA了 最好这个写成DELTA A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右边 等式的右边 高四面 Q and close 这个高四面所包的电厂 那只有这一块 那它就是SIGMA乘DA 这个跟这个相等 我们就得这个字 好 于是我们就得了 这DA约掉 E就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然后 它的方向就是Normal 跟这个局部表面垂直的方向 电厂就是这么大 好 这里就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知道 导体如果带电的话 它表面上的电厂 一定是跟锤子 跟表面锤子 大小呢 是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SIGMA就是说 你要求哪一个面 上面的电厂 哪一个位置的电厂 就是这个位置的电荷密度 OK 电厂密度 那么我们上面就看到 高四定律好好用 如果你做连续分布电荷的 要求电厂 用积分来做 要做个半死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用高四定律做给各位看 好简单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 高四定律 只能用在 电荷具有某些 对称分布的时候 才可以用 否则不能用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圆柱导体 有限长 它带了Q的电量 也是均匀分布 你能不能用高四定律 比如说我也跟以前一样 我做一个圆柱形的高四面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这个高四面上面 这个弯曲面上的电厂 不是定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点 比如说这一点 我画的这一点 是在这个带电体的中间 对不对 这一段的中间 这个呢 比较靠近这一段 那么 这两点都有显著的不同了 就是说它距离 带电体的端点很近 这个是在终点 因此这两个电厂就不是常数 不是常数 你就不能用高四定律去做 对不对 那还有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Q分布在一个圆环上面 要求P点的电厂 这也不能用高四定律啊 因为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面呢 你做什么样的高四面 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高四面 可以让电厂很容易积分呢 所以也不能用 OK